大家好 歡迎來到征戰大數據落點系統 今天我們這支影片主要是來介紹 我們的落點系統的會員權限 還有我們的整體使用流程 那大家可以看到畫面這部分 我們的征戰大數據落點系統會員成績 主要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自由瀏覽者 第二個部分是一般會員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準考證會員 第四個是我們的VIP會員 那了解我們的會員成績之後 我們就趕快來使用我們的系統吧 大家看到我們首頁的部分 有一顆開始落點分析的這顆按鈕 這顆按鈕點下去之後 輸入好你的集分 我們就可以立即開始使用 這部分其實是不用註冊我們的會員 就可以立即做落點的 這部分就是我們的自由瀏覽者的身份 那我們輸入好集分 確認好之後 點選大學個人申請這顆按鈕 或是科大四季申請入學這顆按鈕 都可以開始進行落點 那我們進入到下一個步驟之後 我們就可以依照自己心仪效器去做篩選 那有些選人可能想要走一類的領域去發展 那他就可以勾選他自己想要走的一類學群 那如果他是比較沒有方向的 那他可以把全部學群都勾選 那再來是學校的部分 你可以做公立大學全選 或是私立大學全選的選擇 或是你有心儀的大學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直接立即做點選 我們都選擇完畢之後啊 我們滾到畫面最下方 有顆落點分析的按鈕 點選之後就可以進行到下一步驟 或是點選旁邊這一顆開始落點的按鈕 也可以進行到下一頁 那我們就點選開始落點 那這樣就已經進入到我們的 校系拆選頁面了 那校系拆選頁面其實有蠻多地方 大家可以細細的觀察 第一個就是新增落點校系的部分 新增落點校系的話 可能學生他比較不會新增到新開設的科系 那其實這些新開設的科系 他其實有蠻大的上榜機會 因為沒有人關注到 所以如果你是有興趣的考生 你可以把這個按鈕點開來 就可以看到有哪些新增的校系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系統還有將我們的落點分成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最佳落點的校系 第二個部分就是夢幻落點的校系 再來就是未達標準的校系 那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有些學校需要考數科 那我們這邊也會把 需要數科的校系都列出來喔 注意完我們的最佳落點的校系 夢幻的校系跟沒有通過篩選的校系之後啊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畫面上方 這邊有個簡章查詢的部分 那假如說你今天是對台大中文系 歷年數據有興趣的學生 你想要看他的簡章資訊 可以立即點選這顆按鈕 我們就可以做查看的動作 那如果你是對台大中文系 歷年的數據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點選 詳細數據這一顆按鈕 那我們就可以立即進行查看喔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 台大中文系的詳細數據頁面 我們有把109年到11年的通過疾分列出 我們這邊也有特別列出來 它相同科目 我們都會標示同樣的顏色 還有它的超猜標準 還有這個科系在我們系統裡面 自由瀏覽者的瀏覽次數喔 那假如說你想要看更進一步的數據 像是我們的會員瀏覽數據 那其實你只要立即註冊我們的會員 就可以馬上做觀看 那我們註冊好會員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會員瀏覽的相關數據 那如果你想要再看更多更多的數據的話 像是準考證會員的瀏覽次數啊 那其實你只要綁定我們的準考證 跟追蹤消息就可以立即做觀看喔 那我們就立即綁定我們的準考證吧 但大家要注意在綁定準考證的時候啊 你的疾分務必要輸入正確 因為我們綁定準考證之後 疾分是不能做更動的 你在送出前務必要再三確認 那我們看完之後確定正確了 那我們就按這顆確定綁定的按鈕 就可以立即綁定了 那我們綁定好準考證之後 我們就可以立即查看我們 準考證會員的相關數據喔 那我們點選這個追蹤效系即可觀看 並且加入追蹤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競爭對手的競爭態勢喔 大家點選這一顆icon 你就可以看到你目前的疾分是座落在哪一個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觀看我們系統AI推估的疾分的話 其實你可以成為我們的VIP會員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觀看喔 那要怎麼變成我們的VIP會員呢 其實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參加我們征戰的線上活動 或是現場的活動 領取序號 那第二個就是直接購買我們的VIP序號 只要100元就可以成為我們的VIP會員喔 那這邊提醒大家就是 在我們的追蹤效系 這一個頁面中我們有追蹤的上限 那我們最多可以選擇12個追蹤效系 那你在這個畫面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繼續篩選的話 你可以點選中間這顆按鈕 那我們就可以立即開始做重新篩選動作 就會回到我們剛剛的篩選頁 那我們可以點選旁邊的這個圈圈 把它加入我們的追蹤效系 或是你可以點選旁邊這一顆詳細數據的按鈕 進到效系那一頁 滾到下方這邊也有一個加入追蹤的按鈕 你可以把它加入你的追蹤效系 那如果你想要查看你剛剛所有追蹤的效系的話 其實你可以點選右上角這一顆 我的追蹤效系按鈕進去 你就可以查看你剛剛追蹤效系的所有數據狀況 這邊再次提醒 我的追蹤效系它最多只能設定12個 我們的追蹤效系其實它可以做散減 因為假如說你自己不太喜歡這個效系 或是你覺得它競爭趨勢太嚴重了 那我們可以立即做更換 大家點選旁邊這一顆刪除的按鈕 就可以把它做移除 那我們除了繼續篩選這顆按鈕之外 其實我們左邊這邊還有一顆新增效系的按鈕 那這顆按鈕 假如說你是已經知道你自己目標效系的效系代碼 那你可以直接利用這顆按鈕的功能來直接做篩選 那我們點選新增效系 然後把你想要的效系代碼輸入上去 這邊就會出現你想要的那個效系 那我們只要點選加入追蹤 就可以立即追蹤這個效系 那我們要怎麼把我的追蹤效系 變成我的六支援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進到我的追蹤效系這個頁面 然後勾選你想要的六個支援 你想要設定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都可以 但大家要注意 一旦我們的VIP序號使用了之後 其實就不能做更換 所以大家務必確保你選的這幾個支援 是你想要的支援 那我們確認勾選完畢之後呢 我們可以滾到畫面的最下方 有一個加入我的志願這顆按鈕 那點選這顆按鈕之後 輸入你的序號 那如果你是你的會員中心已經有序號的學生 系統會自動幫你做代入 那如果你是沒有序號的同學 你可以直接做輸入或是直接做線上購買 那我們輸入好序號之後 點選確定 那我們這邊會有做跳窗的顯示 然後會有你剛剛勾選的六支援 要麻煩再幫我做最後的確認 確認這些消息是不是你真的要的消息 那如果確定無誤之後 點選確定 我們就會立即做綁定喔 那我們綁定好志願之後 我們點選系統推估積分旁邊的這顆icon 點選完畢之後就可以看到我們的AI推估積分 那除了在這個系統內觀看我們的AI推估積分之外 其實只要你是我們VIP序號的會員 我們系統每天都會寄送我們系統推估信 至您註冊的email中 所以你也可以在你的email進行觀看喔 以上就是我們征戰AI大數據弱點系統的使用介紹 不管是大家對於我們弱點系統的操作上有問題 或是不知道該如何選自己的志願 大家都可以自我們各地的征戰學習顧問進行諮詢喔 除此之外我們在成績公告之後 每週二、四、晚上七點在征戰頻道 都會有我們大數據弱點系統的直播喔 祝福正在觀看這支影片的考生 都能夠金榜提名